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最主要要教大家三招 如何跟妳的便祕說拜拜 今天我們邀請到這一位美女 就是我們的營養諮詢中心的營養師 鄭林鈞,林鈞妳好 妳好小玉兒 據那個衛福部的調查 國人有九成是膳食纖維攝取不足 對不對 因為膳食纖維大部分我們會覺得妳會便祕 或者是妳腸道比較容易有問題 甚至就是三天才上一次廁所 跟妳的膳食纖維應該是息息相關 跟心理壓力等等也是有關 那所以想要請教林鈞就是說 如果我有便祕的問題 那就是代表說我在攝取食物上面 我應該要做怎麼樣一個調整 那在講便祕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到排便的這件事情 那排便的話我們都知道是從大腸出來的 大腸到直腸然後就出來 那大腸它其實最主要的動作是做吸收水分 還有吸收電解質的這一個部分 那我們的糞便裡面其實也是有水分的 它是可以潤滑 讓它去通過那個大腸是會比較好通過的 可是如果你平時的水喝的不太多的話 那我們的大腸它其實吸水率就沒有那麼的好 它就會去吸糞便裡面的水 那到最後到了末端的時候呢 糞便就會變得是又乾又硬 所以這時候要排出來就會變得是很痛苦 那除了是水分要喝的夠之外 其實還有就是膳食纖維補充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膳食纖維其實是分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 那非水溶性的話它是可以讓我們大的糞便呢 是更濕潤的 所以在排的時候會更好的排出去 喔 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比方說是比較粗的纖維那種嗎 對 像是有時候我們吃一些蔬菜類的東西 葉綠色的蔬菜啊 或者是我們有時候吃蘋果會習慣把那個皮削掉 可是其實蘋果的纖維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它的皮的部分 喔 真的喔 所以鄰居你自己是營養師 你會不會把那個蘋果皮削掉 其實我不會去削皮耶 不會喔 因為基本上呢 其實蘋果上面的蠟它的食用蠟呢 是為不允許許可的 那如果有些人會擔心是會有一些添加物或者是農藥的部分的話 可以用軟毛刷加清水把它上面的食用蠟去清洗掉 那這樣子的果皮就可以吃了 所以這裡面就是有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是非常豐富的 包括果皮的部分 那還有呢 還有哪一些是非水溶性的 像那個水果類來講的話 巴勒 巴勒它其實是全部的水果裡面膳食纖維含量很高的一種 對 所以像巴勒的話也是ok的 那其他的來講的話 其實葉綠色的蔬菜或者是一些菇類都ok的 對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是水溶性來講的話 像是一些燕麥 麥片 或者是那個超米 對這一類的話它的水溶性會比較多一些 那所以很多人都會搞不清楚說 到底水溶性跟非水溶性它的功能它一定是有不一樣對不對 對它其實基本上不太一樣 對很不一樣 就譬如說水溶性它是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怎麼幫忙 水溶性的部分的話它其實是可以降低我們的那個擋固醇 甚至它還可以去增加我們的飽足感 讓我們不會那麼快的肚子而想要吃東西 還有包括血糖對不對 對 因為它的非水溶性的關係 所以它是讓我們的血糖是慢慢慢慢的上去 可是因為有些人在吃飯的時候是不太愛吃青菜 所以變成他們的血糖波動性就會非常非常的高 對 那所以水溶性的膳食纖維它是有這個幫助 那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呢 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的話它其實是可以讓我們的排便的時候 體積是可以比較膨大一些些 讓我們在排的時候是比較順暢的 那如果說有時候我們上廁所才一小塊一小塊那個就是不夠 對就代表是水不夠 那它的那個纖維的含量也不太夠 這胃腹部好像是在最近啦 它就是說以前有營養六大類 那現在變成第七大類就是膳食纖維 對 可是為什麼大家會攝取偏不足 最主要是因為現在國人的飲食習慣已經改變了 那像是像西方化的飲食的關係 大部分都是糖類比較多 就是所謂的澱粉類比較多 或者是油脂類啊 然後蛋白質類比較多 可是蔬菜類的這一個部分就很少了 對因為現在外食的人太多了 再加上外食本來要攝取到足夠的蔬菜 對他們而言是一種負擔 對 就比較難攝取得到 對而且膳食纖維大家不要以為說 我有吃蔬菜有吃水果所以就夠量 其實蔬菜要吃到多少它才足夠一天所需要的膳食纖維 首先我們要先來知道是一份的蔬菜是多少的量 通常以營養師來講我們一份的蔬菜呢是指大概是一個拳頭 一個拳頭的量 那現在有聽過一個叫做蔬果579嘛 對 那它這個是台灣癌症基金會所推動的部分 它就會建議說男生女生跟12歲以內的小孩子 他們要吃的蔬菜的水果量就會不太一樣了 對 以女生來講的話 她的蔬菜至少要吃到四個拳頭 喔 一天 對一天 至少要四個拳頭 是的 然後男生呢就更多啦 對男生要比較多一些 對男生就差不多要五個拳頭 差不多 以上 對 那其實小朋友咧 小朋友大概要三個拳頭 喔三個拳頭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小朋友一天有吃到三個拳頭嗎 因為我小朋友是比較愛吃蔬菜水果 喔OK 那就一定有 可是別人小朋友就一定沒有 因為我聽到很多人都說他一定要有魚 要肉 就一很大塊肉 不愛吃蔬菜水果 那可能就不足了 嗯 那還有一個原因點是 現在的工作型態的關係 大部分都是坐著居多 所以反而就是很容易造成長蠕動變得比較慢一些 那其他的因素的話就有可能是 外在環境改變 例如說 有些人是出去玩 他會去認馬桶 對 那他如果是玩長期很多天的話 就有可能導致他沒辦法好好的排便 真的耶 這個我也會耶 我覺得很難改變耶 對因為這是一個習慣的心理上的習慣的問題 所以會有造成這樣的情形 那另外一個的話 則是因為有些人可能疾病的關係 他會去吃藥物 有些的藥物 看他的藥袋上面會有一個副作用就是寫便秘 對啊 對這也會是引起 付作用到還好 因為只要不是長期的 大部分是短期的話是可以就是藥物結束了之後 飲食恢復到正常活動量增加的話 那排便的這個部分就OK了 對他只是一個短期的因素 但是比較常見的因素還是是 蔬菜水果吃不夠 水喝不足活動量太少 所以引起的 這叫做布里斯托大便分類法 這個是國際認證的啦 所以那個鄰居可不可以教大家 就是說怎麼樣去分辨你的便便 健不健康 那正常來講的便便 其實我們可以先看這邊 正常來說的話 它出來是要是一整條的 對是光滑型的那一種 對就是這種 就是屬於這一種 那如果是便秘 最常見的話就是屬於顆粒型 就像小羊便便 出來都是一粒一粒一粒 一粒一粒出來的這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種的話 像這種香腸狀的話 它也會 只是它就是有點不成 它前面可能是硬的 但是到後面的時候 是有點不成狀的 帶點太軟的那樣子 沒有辦法成型 對那其實也是便秘的一種 那另外的話就是 我們常看到就是腹瀉 那腹瀉的話就是會有水瀉 對 這樣子的情形 所以腹瀉是因為它的腸子蠕動太快 還是怎麼樣 所以導致變那麼極端 就有便秘 然後也有腹瀉 其實腹瀉的原因也有很多 藥物其實也會是其中的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 像有些人是屬於乳糖不耐症 它可能是喝了奶製品的東西 那它就會有容易拉乳酯的情形 那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人 它會有所謂的腸躁症 它會很緊張 所以它的腸子蠕動速度 非常非常的骨快 導致它的糞便是無法成型 就出來了 對 那所以鄰軍就是說 剛剛針對於 就是如果說 它已經便秘很久很困擾 然後他說 我什麼水果啊蔬菜 都已經大量吃了 我已經喝很多水 我相信一定你有看到 這麼焦躁躁躯 都已經會覺得說 我都什麼都做了 但是為什麼 我的便秘還是沒改善 那這時候鄰軍 你會怎麼建議他 當然就是還是要去看 它的所謂的量 到底有沒有吃夠 因為通常來講 一般是民眾們的分量 跟我們營養師所想的分量 是差很多的 大家說一個拳頭啊 我就是一個拳頭 一餐一個拳頭 還是一天一個拳頭 那就差很多了 我一個拳頭 那請問是一天還是一餐 對那這時候 我們就要先去了解 它的原因點到底是 講的是只一天還是一餐的這一個部分 好那它如果講的是一餐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OK 那接下來去思考的是 它的水到底喝的夠不夠 對 然後它有沒有在吃水果 那它的平時的活動量 情況或者是說 它可能以前是前一陣子排便都很好 某些原因造成它這一陣子排便不順 對 像有時候壓力太大 我們的腸道 腸道它的就是也會 排便的形態也會去影響到 所以這時候就是要去多去了解它的情況 才能去跟它說 那目前的話建議你怎麼做 對於你的排便會比較好 對 所以呢剛剛我們的鄰軍 教大家三招就是跟你的便秘說拜拜 第一招一定要多喝水 是的 第二招就是要怎麼樣 要多吃蔬菜水果 沒錯 吃有富含膳食纖維的東西 第三就是一定要運動 對 現在的人因為工作時間可能真的沒有什麼太多的時間去運動 那這時候就是增加活動量 對 對 所以就是能走就走 可是因為現在都是騎機車 排車 然後坐公車 下一站就到 然後就到公司了 真的 對就導致他們走路的次數 步數太少 那他就沒辦法去促進他的長蠕洞這一塊 那像說鄰軍如果說 我們也很多人真的是外食 那怎麼辦 這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建議可以去選市面上的一些膳食纖維的補充片 對 來讓自己的膳食的纖維攝取量是增加的 建議會選就是天然的 然後沒有添加的 純度比較高的膳食纖維 那通常這些是沒有味道的 所以是可以直接融在你的飲料裡面 水啊 牛奶啊 豆漿啊 咖啡啊 茶啊這些等等的 那就伴隨你在喝的時候一起吃下去就可以了 喔真的喔 現在還有膳食纖維粉 他就是 就很像類似以前我們要吃那個 臉部彈彈的膠原蛋白粉這樣 就是加在你想要喝的東西任何裡面都可以這樣 是的 現在要選擇是負方型的 因為單方型的話 可能他就只有某一款的 例如是水龍性 或者是 例如是只有非水龍性的這一個 可是因為剛剛講到水龍性跟非水龍性的纖維 對於我們的腸道來講是非常的重要的 對 所以兩個都還是要 對 還是要攝取到 所以可以選擇的是負方型的 喔 負方型的 然後不要說單一成分而已 因為就像是我們 如果要讓自己的視力比較好 視野比較好 也會選負方啦 就是這樣概念 可是有的人會擔心說 那這樣子我補充膳食纖維會不會過量啊 會不會變成說 我明明都有在吃蔬菜水果 我又補充膳食纖維這樣會不會過量 基本上來講 目前台灣統計數也是絕對都是 攝取過少 不會有過量的情形 對 不但會有過量的情形的發生 所以就算是隨身攜帶也好 因為它的其他餐的本身的 攝取量就已經不足了 對 所以其實是不會有過量的問題 喔 所以就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都這樣子 我們每天喔 在補充維他命 你吃了 又怕說 欸會不會喔 太多了 其實膳食纖維 基本上是不會到過量這麼over 對 不太會過量 對 所以還是要去看它的外包裝上面的 會有寫那個營養標示 它就會標注說 欸你吃了這一包 等於是吃了多少公克的膳食纖維 喔 所以就是會有標注 對 然後最主要是從自己的生活做起 開始好好的調整起來 沒錯 因為真的人要健康 就是真的要多喝水啊 真的多吃蔬菜水果 不要再只有吃肉 不要吃菜 這樣子的觀念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你一定要運動 喔 這個都是 不管是營養師 醫師 還有很多老師 都是這樣子建議的 沒錯 喔 這是不二法門 一定要這麼做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 我們的鄰居 鄭鄰居 營養師 告訴大家 要記得每天都要做起來 或者是家裡面有小朋友 有便秘的問題 也是可以這樣子三招搞定 好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也謝謝鄰居 謝謝 謝謝 很香甜耶 而且最主要它是有一個蜜香 對 很像你裡面有偷家蜂蜜嗎 沒有 這完全是天然的 這就是 東方美人的特色就是 天然帶著蜜香 嗯 你適合喝哪一種茶的話 要問專業 那當然是百年 文化歷史的茶行 也就是我們搖搖的茶行 會推薦給大家的 絕對都是用過喝過 然後的確它的品質很好 才會跟大家分享 好的茶喝入喉 除了說讓你的喉運回甘 口腔裡面都是茶香味 真的跟我在外面喝的 那個手搖飲超不同的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要喝茶 就好好的勝選 最怕就是說 拆開那個茶包裡面都是 只有碎梗 沒有真的有茶葉 這一個就是代表品質是很不好的 那我們今天給大家看到的 都是品質很好的 我們現在就當場來拆開 對啊當場我都沒有跟那個偉權說 我要給它拆開 你看它的茶葉都很新鮮 很香甜耶 而且最主要它是有一個蜜香 對 很像你裡面有偷家蜂蜜嗎 沒有這完全是天然的 這就是東方美人的特色 就是天然帶著蜜香 我覺得冷泡的它就真的很回甘耶 就是比較沒有那個色味跟苦味 它比較清甜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表 冷泡茶跟熱泡的時候呢 我們釋放出來的營養素會不一樣 高溫沖泡的時候呢 關鍵的營養素呢 就是完全釋放 咖啡因也會相對的比較高 對 所以喝起來會有苦澀味 但是呢 當我們把水溫降低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咖啡因跟二叉素呢 它溶出的速率呢 就降低了很多 對 對我們先甜的胺基酸來講呢 其實它影響不是那麼大的 苦澀的部分就降低了 如果你有擔憂自己常常會睡不著覺的人 那其實你可以喝喝看冷泡茶 冷泡茶系列的部分呢 可以讓你選兩種 這個冷泡湖是加加購啦 其實優惠真的非常的足夠 原價1240 然後這個原價是650 那我們只要用1390 就可以買到1890 便宜500塊 很多耶 所以這一組算是非常優惠 而且我們還免運費喔